大家好 今天我把1月12号在台北办的网友见面会 当中与网友们问答互动这部分影片给上传发表了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门昭.ca上发表的是完整版本 一个小时出头 在YouTube上我发表的是一个缩略版本 是原时长的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20分钟出头 希望这样能够同时兼顾会员和非会员网友 在这次活动上我非常有幸 请到了一位强大的嘉宾 就是国立台湾大学退休教授明居正老师 明老师也是中华民国前任政府的国策顾问 目前是智库机构透视中国团队的高级研究员 明老师学养深厚见解精辟 是我非常钦佩的前辈学人 同时他也是台湾人气很高的知识性网红 那么接下来就是当天网友见面会问答部分的摘要录影了 在现场有些网友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 希望这个问答过程不至于让大家太失望 有想了解完整版本的就请移步到咱们的会员网站 今天先说非常欢迎文章老师来到台湾 谢谢 而且觉得很赚到的感觉 因为很多朋友后来还发现订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今天不是订到了文章老师 然后还订到了我们明居正老师 赚到了赚到了 那两个简单的问题但可以选择谈 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也一直 因为我从事广播工作 而且我最主要就是对中国大舞做广播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其实经常在 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知识不足 或者是理解非常的不够 虽然台湾离中国这么近 但刚刚其实有提到的本来台湾人可能对于 尤其像我那个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教育当中 我们很少有机会去读到中国有关的历史 所以本质上很多人并不了解 但是除了一般大众之外 其实像是现在最大的两大党 你们觉得他们对于中国的本质理解有多少 或者是有一部分是刻意的 不去看到他们本质的部分的绕过的 然后再者我最想问的问题是 这一次台湾的大选对于中国的 尤其是北京的体制内的官方 第一个对于习近平本身 他在他们党内的主导的位置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在这一次就现在的观察 北京将来对于台湾生活是香港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或紧或松的一个调整的方向 这两个问题 谢谢 谢谢啊 我想我不太过多地去评论台湾的政党 那我主要跳后面一个问题 跟大家交流一下 对于台湾这一次选举的成果 我想习近平他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因为台湾问题对他现在不是第一优先的 第一优先的还是香港 他现在第一优先的是需要把香港控制在 他认为还能够 就是还OK的一个程度上 第二优先的是和美国的关系 一月份在一月中旬的时候 中美计划中就要签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了 那看起来呢 中共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那么习近平在党内也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所以对他来讲增加一个危机事件不是一个好事 特别是你增加一个危机事件 他又不能解决 他为什么要去惹这个麻烦呢 就从他目前的利益来讲的话 激化和台湾的矛盾 比如说又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攻击性很强的这个行动 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也会推动美国的友台势力继续高涨 就相应他给台湾加的压力越大 那美国那边给台湾的支持力度也就越高 他已经造成了无数难以解决的危机问题 他制造的每一个危机都没有办法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所以呢我觉得从他的优先顺序来讲呢 对台湾目前不是他最需要解决的 可能会有一些表示 那基本上也是在维持原来的立场 他现在已经没有多大弹性了 所以我觉得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看看明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很快刚才这位女士问你第一 跟中共有关的一些历史背景 我推荐两本书好不好 第一本书叫《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 如果大家对大陆中共历史不熟悉的话 那本书呢有九篇文章对各位会有帮助 第一个第二叫做《解体党文化》吧 《解体党文化》 两本书都不是很薄的书 我习惯推荐后书 第二就是国民党民进 国民党民进党对中共了解都不太够 以我个人接触经验 所以我也想把这两本书推荐给他们 那第三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情况 我基本同意文章老师的看法 不过我再补充一下 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见习近平呢 他面对五大问题 第一是经济下行的问题 文章老师在这个节目上也都谈过 第二就是贸易战大家都知道了 第三是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为什么跟贸易战分开呢 两个国家可以打贸易战 但关系不一定很坏 譬如美日跟美欧都打过贸易战 但打完就没事了 但两个国家可以不打贸易战 但关系非常坏 像美苏 所以贸易战跟美中关系是两个议题 只是这两个议题刚好现在都对中共不利 再来是香港问题 就刚刚文章先生说的 那所有这问题最后呢 会变成习近平的党内挑战 所以我非常同意文章先生刚刚说就是 他不会对台湾有大动作 但在万般无奈下 不排除他制造台海的什么问题 让他自己能够过关 就转移焦点 那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了 网友 我们让那边的那个网友先提问一下 可以吗 好 谢谢 文章老师你好 还有今天能看到明教授 跟那个金峰堂先生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最近有一个政党 政党倾向非常浓厚的一个网络网红 他就是有在推崇马克思主义 那其实我发现我周遭 像是我妈她虽然有念过 就是刚刚明老师提过的那个 九评共产党 但是她也跟我提出一个问题 她不懂说 那个中共虽然是实行马克思主义 弄成这样子 但是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 真的那么不好 那我自己也是就是看了 文章先生之前提过的赤裸裸的共产党 跟一些像美国右派的一些学者 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 才比较了解 第一个我觉得 台湾人已经经过就是 民主政治这么多年 他应该不至于就是像 重演就是马克思主义那样子 枪杆子出政权的状态 然后台湾就是有中华文化的传统 一路走过来 所以他应该也我觉得 他应该也不至于演变 像一些美国左派就是 干出一些非常就是 文化到就是把道德下 现在往下拉的一些事情 这是我想就是请两位老师 就是对我的看法提出一些批评 或者是见解之类的一些 我简单谈一下 我不成熟的看法 就你刚才提到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 一个前资深专家叫考尔森 写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 他其中有一个观点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认知方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我们如果要去批判他 肯定他大家都跑掉了 因为他需要非常精道的 这个专业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他提到 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是把资本主义 带来的问题和资本主义 放在一起的等量器官 他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 带来的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 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他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台机器运行有问题 我们不是去修机器 而是要去拆机器 他要通过消除阶级 来解决所有阶级问题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误区 实际上这个马克思主义 它实践中这个苏俄革命 列宁主义 它创造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 最强的这个阶级的鸿沟 就是一伙人完全掌握 不受约束的权利 可以剥夺其他人的生命 我们经常批判这个传统的皇权社会 但是基本上有一点有共识 就是传统专制社会会比现代专制社会 要人道的多 儒家这种中庸思想 可以说是抵抗一切极端主义的屏障 持中守正讲中庸的人 他不太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情绪的诱使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在人类整个政治学光谱当中 社会主义就是很左倾了 它是左派里的比较极端的一部分 而共产主义呢 又是社会主义里面的一个极端主义 所以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 极其罕见的极端思想 而中庸呢 它本身就是排斥极端的 所以大家看共产主义 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呢 这就要看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是打倒孔家殿 就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名义 推翻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五四运动有很多层面的反思 虽然它引进了民主和科学 但是呢 它是以与传统割裂的方式来进行的 你打倒孔家殿 把这个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这种架端观扫除以后 就为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的进入 打开了大门 你没有防火墙了吗 你不持中了吗 那当然什么东西极端的 能够激起人热血沸腾的东西 它就很容易进来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与现代 这种近代化的过程啊 不能够以割裂传统的方式进行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区 我也是反对的 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 一定要先革中国文化的命 中国才能实现民主自由 这个道理上讲不讲得通 合不合逻辑 咱另说 首先第一 它没有事实依据啊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 是通过否认了自己的传统 来实现了民主转型的 日本有吗 韩国有吗 对吧 他们都是保存自己传统基础上 去找现实的接口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简单到这里 我不知道明老师有没有补充的 很快回应一下 你问到了我非常喜欢的题目 我在研究所里面 学的这个领域之一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就像刚刚文章先生说的 我在那边可以说三天三夜 保证第二天你就回家了 马克思主义用最简单话来说 用他自己话来说 我们共产主义者 要推翻传统文化 推翻传统道德 推翻传统宗教 跟破坏人际关系 他说完了 这是他说的 这是他说的 马克思说的 然后你要仔细看下去 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以阶级斗争 就是刚刚文章先生说的 要用拆散这个机器方式 来解决这机器的问题 我们要用阶级斗争 跟解放全人类的民意来进行 但他用这样来做 他真正动员人的力量 绝对不是爱 是仇恨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把旧的阶级 旧的人都推翻完之后 我变成什么 我打造个新的阶级出来 这新的阶级是谁 是我共产党 我把旧的全部打翻 新的就是我 我们常讲说 万恶的旧社会 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 对 农民受地主剥削 很惨 大家不要忘记 农村里面可能不止一个地主 张家不行了 你跟李家干 李家不行跟王家干 王家不行跟周家干 都把地主打完之后 地主只剩一个 那个人是谁 中国共产党 没有第二个地主了 就是他们的本质 所以说完了 谢谢 好 我们下一个网友提问 我们尽量把问题 这个缩短一点 两位老师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第一个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 就是两位老师 在分析政治的时候 是如何从那么多 庞杂的资料里面 找出关键要点 又找出关键要点 之间的关联性 来看出它之间的内外全貌 第二个问题 我想请教两位老师 你们有没有可能 在网上开课 开私塾课 把你们多年的 智慧经验跟方法 来教导我们两岸三地的 一些想要更深入学习的朋友 谢谢啊 我也尽量简短地 谈一下我的看法 还是刚才的那个意见 方法其实可以有很多 关键是你的动机和意图 你的志向 所以我觉得说 如何更加好的分析问题 首先要问 有没有想寻求真相的 那个强烈的意愿 所以对这个问题呢 简单一句话 就是 欲正其心 先成其意 就是大学内那句话 成意正心 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成其意 你真有对这个真相那种渴求啊 就是没他 我不行 我觉得这个意图是最重要的 其次才是谈方法 当有对这个真相的强烈渴求之后呢 自然会有这个很主动的意愿 去鉴别各种资讯 在各种学习当中 我认为通识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说的稍微具体点 通识非常重要 健全的常识 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长处 也就是常识健全一点 我不懂航太科技 我不懂火箭 你要讲某一个地方的股市 日经指数什么的 可能我没有研究 但是如果你跟我聊天 说的太离谱了呢 我能感觉出来 就是就就这么一点本事而已 两位老师好 那平常的话 我们在大陆讲脱口秀 其实是不能讲政治相关的东西的 然后这次我来台湾呢 交流 讲了一些政治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 作为某一部分大陆人群的代表 我们也想获得民族自由 那我想是 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是很想问两位老师 就我们在大陆能做些什么 或者能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能把就中国往民主自由 或者是善政方向 我们不能说改造它吧 但是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些呢 谢谢 您的提问哈 我觉得也特别有价值 其实呢 我们能够说只是因为 就是我们在海外 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中国大陆很多朋友 确实也不能苛责太多 他确实如果说的稍微过点尺度 就有人身安全的问题 我也发现呢 这种语言类的网络节目 在2017年以后被卡得很紧 就是很多活跃的网红啊 他都已经不怎么说话了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呢 刚才咱们这位朋友 问你能够做什么哈 我觉得首先是不做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就是不符合谎言 不去说太违心的话 怎么说呢 我有时候有点感慨哈 就是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因为不能够畅所欲言 但是人嘛毕竟还是有功名之心嘛 就是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啊 这个还是想显示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水平 就说的有些话 叫做 中国天不好地不好 祖宗不好 文化不好 基因不好 就是不敢说 共产党不好 因为他总要为现状找一些解释啊 对不对 天不好地不好 地理环境决定论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呢 是不像希腊那种半岛民族 能够发展商业 发展海洋 从而发展出契约文化 我们中国就农业文化 这叫天不好地不好 他总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不合理 没有民主嘛 然后祖宗不好 文化不好 有人说 还有人把这个 中国今天的落后上推到 宋太祖言武修文 这个错都是宋太祖的错 让一千年前的祖宗 为你今天的懦弱来买单 这祖宗不好 文化不好 基因不好 总之就是千般不好 万般不好 就是不敢说 共产党不好 现在加进一条 叫做老婆不好 女朋友不好 就是那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 于敏洪先生 我不知道 大陆来的可能知道 有朋友是不是知道 去年二月份 他发表过一番讲话 引起了很大争议 就说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好呢 就是中国女人 对中国男人的要求 这个太不合理了 把这个中国男人的人性 给扭曲了 大概是这么意思 不是个原话 就是现在加进了老婆不好 我建议于敏洪先生 碰到这种情况 你真怕说共产党不好 也行 但是你就说自己不好 千错万错 不是别人的错 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错 我们懦弱 我们有虚荣心 我们想表达 但是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吧 今天这些 我们没有承担起应该自己的责任 我相信于敏洪先生 如果这么说的话 迎接他的不是砖头 而是鲜花和掌声 那他也没有冒犯共产党 对不对 所以首先说 我们能做什么 因为能做什么 马上就涉及到风险 首先是我们不做什么 不做违心的事情 不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 实在不行 可以不说 对吧 也比乱说要强 我倒是问问题 那个中国的话 中国的话 中国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 历经了三年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 毛泽东在大饥荒杀了四千万人 文化大革命再死两千万 三反五改再死两千万 总共杀了八千万的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不反抗呢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造反 去推翻毛泽东 到现在这个时代了 就是说5G的AI技术 人脸变湿 就是好继续加控 不是说 现在中国人经济发达了嘛 他的就比较不会有 那个民生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都失乐饱饭 他有15秒 大家都失乐饱饭 但是 他那个民权上 就是人民在争处的 就是自己的民权嘛 他说现在要反抗 因为5G的关系 AI人脸变湿技术关系 在维稳上就更容易了嘛 那为什么在那个大饥荒 从美国民博会去推翻 实在抱歉啊 我们今天在这种掌声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出 我已经讲完了 文赵老师可以回答 好 谢谢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其实这主要就是一个 意识形态控制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共产集权 所造成的伤害 它对人的这种强大的控制 倒并不因为是 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是 中国的民族性特别恶劣 要知道斯大林在乌克兰 也饿死了上千万人 就是当这个共产集权 它有这个能力控制着社会 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时候呢 它能够完全截断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它是形塑 塑造人的思维方式 在当时的人类的资讯条件下 它确实没有能力抵抗的 那你说斯大林大清洗 也杀掉了几百万人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反抗 乌克兰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反抗 减共在柬埔寨所消灭了 柬埔寨200万以上人口 占它这个人口相当的一个比例 它也不是由这个柬埔寨民众 自己把它推翻的 是越南把它赶走的 在共产党在当时的条件下 它能够塑造人意识形态的时候呢 它这方面比较强势的时候 它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 所以共产体制的生命力 是在于意识形态 当它的这个意识形态 控制力减弱的时候 就是它危机的开始 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共 比毛时代要弱很多 即使它有5G AI识别来讲的话 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也是高度没有信心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所以也是鼓励 大陆的网友翻墙 了解真相 这个点非常重要 谢谢文昭老师 我想请明老师补充几句 谢谢文昭老师 其实我因为我一直 对中国有个 实在抱歉 我们的时间确实是已经到了 我只是回复一下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人民在吃不饱饭的时候会去反抗 那我是说大饥荒如果都不反抗 那现在中国富起来了 他们还会去反抗 就是说中共真的会翻掉 人只有觉得他有反抗冲动的时候才会反抗 不是说只有吃不饱饭的时候会反抗 他遭受强烈不公寿的强烈伤害的时候 他也会反抗 所以为什么说人的行动不服从 首先是思想不服从 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工作 这是共产党的话 好了我们就到这 然后让大家再掌声 感谢两位老师 谢谢大家